最近看了一個熱搜是 王欣霖少女感 對 然後大家都說 妳的狀態保持得好好 謝謝 二十年前看妳是怎麼樣 現在還是 其實也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 年齡增長 然後 怎麼老得優雅最重要 然後怎麼老得 是當下覺得開心的自己 最重要 妳跟老好無關係 有 還是會的 有 有 你們看不到的 可能 開玩笑的 三十歲之前 真的是要謝謝爸爸媽媽 但三十歲之後 真的自己的保持自律 運動 這些是真的是蠻重要的 他需要一點時間 他會讓你看到他 你這段時間的努力 他會給你一些很 有感的反饋 所以包含就是唱跳 我覺得跟一路運動有關 就是還有心情心態吧 然後跟他講一下 你保持狀態有哪些小方法 我會做倫巴 皮拉提斯 重訓其實也很重要 適度的肌肉是需要的 肌肉也會提高 你的新陳代謝率 其他我覺得就是 我現在覺得睡覺很重要 睡好覺很重要 對 如果可以睡的話 我都希望可以睡八個小時 對歌手來說最好的地方就是床 除了舞臺就是床 對 對 有足夠的睡眠時間 聲音就會很舒服 他會姐說已經給你安排 廚師全買一新鍋 是嗎 真好 真好 他要把所有動物蛋白 用植物蛋白代替 我就吃醋的 你跟我說客不客氣 我考古還考到了 就是你們當時西安總決賽 那一場開場的那個 山丹丹 那時候我跳什麼舞 都是像做操 真的 真的 現在好一些了嗎 現在是做得比較好 看一點的操 所以在深深不息裏面有考慮會做唱跳嗎 深深不息有唱跳嗎 不會吧 有唱跳耶 像上一季鍾委員老師他們就有唱跳啊 真的嗎 那個惱人的秋風 那我應該是不會再唱跳了 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點到為止 見好就收 不不不不不不不跳舞 連哥哥都沒跳 歌哥裡面我應該算是從頭到尾 唯一一個沒有跳的吧 對 所以我就在後台跟大家玩一玩 以後也不會跳了 哈哈哈哈 不會大深深不息的舞台跳一下嗎 深深不息的舞台要好好唱歌 我們要唱出時代的歌曲 但是我覺得你跳舞的時候 面部表情非常的瘋子 我如果天天這樣了 你會覺得我是個瘋子 那如果說 你要邀請一位女隊的歌手 女生過來 來我們這裡 對 你會想要邀請誰 對 我第一個選擇王心凌啊 王心凌跟她認識很久了 她好像對你有一個 就是不太一樣的稱呼 是嗎 她叫我什麼 對詞彥琳 對詞彥琳 對 就心靈也很久很認識 然後我記得我們以前在台灣 然後一起發唱片的時候 我幫她寫過歌 然後我們一起宣傳七一這樣 我幫她製作過音樂這樣 她一起唱過對不對 對 那老師會和她一起跳愛你嗎 我很難跳舞 很難跳舞 如果她要帶著你跳 想不想嘗試 可不可以嘗試一下 那是她要跟我講嗎 對 就是如果她要帶你跳的話 你套我話 真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走了 我要溜溜 你真的很可怕 我要走了 溜了 溜了 溜了